陳明通 陳明通要不要出來道歉 前有林志堅 後有鄭文燦 那你陳明通都是他的指導教授 如果你的學生涉及抄襲 違反了學術倫理 那當然根據相關的規定 當然你的指導教授也應該連帶的受相關的處置才對 所以我在這邊 我更關心的是 不要因為陳明通他現在是陳局長 就可以免除他的一個責任 而且更誇張的是 事實上在前幾天 陳明通在立法院裡面還公然的說林志堅是沒有抄襲的 好 那現在呢 鄭文燦自己也都道歉了 請問一下 你的指導教授陳明通 要怎麼樣對外來交代這件事情 不會鬧討這件事情 當然是說 綠委黃國書說他跟您這個是不太一樣的情形 比如說他是有請大家灌票給其他的人 然後他是有在宣誓就職以後才登記才選 所以這個方面你有什麼看呢 我想有關於就是 我在選完之後立刻轉換跑道 昨天去登記 那麼這些所有的過程 我個人還是覺得我對於選民還是要致歉 而且呢 我還是非常希望 得到我的選民的諒解跟支持 在這一部分 我覺得我仍然是沒有辦法去 自己為自己強力的去辯護 但是我很誠實地跟選民來做說明 那麼我也希望我的選民能夠諒解 還有支持我 不過昨天秦慧珠議員在臉書上爆料 說自己好像 當了24小時的紅頭首 然後最後好像是白忙一場這樣 你會跟他做什麼 嗯 因為這個過程我個人並不知道 因為在這個過程我並不知道 那麼我也是看到那個秦慧珠議員 他的臉書的說明 那昨天我有打一通電話給他 那麼其實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有任何的同志 是因此受到困擾的話 那麼我也非常的抱歉 那我覺得這些抱怨在這時候不必要嗎 嗯 不會啦 我覺得 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大家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還是這樣覺得 在過程裡面有造成其他同志任何的困擾 那我真的非常抱歉 對 他的入口 雅虎的入口的民調 大概有74%的人認為可以當選 然後Wino就有17% 我們努力 好 我們努力來取得勝選 對 那你怎麼看中山區 你比較少經營是弱勢地區 然後民主還是說根本是把你推入火坑 這個我在昨天都已經說過了 那麼中山區確實 我想中山區選民 對我來講他們應該比較陌生 因為我大概都是在松信區在服務 在跑行程 那所以我再要緊抓住這個非常短的時間 能夠希望得到中山區選民的支持 越南怎麼看現在這個小英男孩 都爆出了這麼多的包 那大家還能夠相信小英男孩嗎 尤其Wino被說是小英男孩 我想大家各自努力 那麼Wino先生他既然被民進黨徵召 那我想他也要去說服外界 他是不是可以取得勝選 那我個人我會用最大的努力 來爭取選民的支持 因為今天這個Wino也會到這個 國小來 那今天特別安排這個行程 是有想說也要跟他尬成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是選區的民意代表 民權國小的校慶 我每一年都來 我不是選舉才來 那麼Wino先生 好像應該是選舉才來 因為他是校友 但是過去幾年 我沒有看到Wino先生 對 也許待會兒大家可以問問他 就是這兩年他有來過嗎 我是沒有看過他 那可以問您 嚴厲質詢柯文哲 那覺得民眾黨的票會投給您嗎 我覺得基本上 我作為台北市議員 我當然要嚴格的去監督 台北市政府跟柯市長 那我有說 我希望能夠爭取 所有選民對我的支持 那麼我過去在議會的表現 我相信也應該讓選民 如果覺得肯定的話 那麼也希望大家支持我 好不好意思 因為我特別讓 有可能會跟民眾黨他們合作 或去見一下柯市長尋求支持 或是那個 對不起 目前我昨天才登記 還沒有想到這麼多 那麼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讓我 因為我接下來好幾個學校 不是只有民权國小 可以跟他說些什麼嗎 打招呼嗎 打招呼嗎 對對對 打招呼啊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大家 謝謝 一會就不用了好不好 我就可以去跑行山了 好 謝謝議員 所以他應該沒有任何的出選制度 那麼另外就是民進黨之前 也就是在這次縣市長選舉裡面 蔡英文他是完全以他就是來用徵召的方式 那被民進黨內部甚至都說是沒收出選 那在那個時候我不曉得吳英農先生有沒有提出他的質疑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因為我這次也是徵召 那是因為我們的時間非常非常的緊迫 那麼但是吳英農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跟我一樣用徵召的方式 所以我也不太曉得他這次他用什麼樣的立場去批評所謂的出選制度 會覺得他是這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嗎 沒有錯 因為大家都認為吳英農先生是小英男孩 所以一路栽培 一路的有關愛的眼神 所以我想對吳英農先生來講的話 如果小英有什麼制度是別人覺得不能接受的話 但是吳英農先生自己本身就是小英制度的受益者 不過他現在看起來是不是變成黃成國的傀儡 在他擔任台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就被認為是一個傀儡主委 那麼尤其當時吳英農他當台北市黨部主委 也是由民進黨為他量身訂做的一個吳英農條款 本來他連投票權都沒有 但是他可以成為這個主委 那所以他當時當台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大家也看到很多的畫面 如果大家忘記了 我們也可以提供給大家 讓大家來溫習一下 他當台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他在他的身邊 大家可以經常看到 他們民進黨人是自己所謂的 黑道中常委 黃成國先生的一個身影 那他說趙介佑就是他開除的 我不曉得 大家應該還記得趙介佑是有多麼的誇張吧 他販毒詐欺 然後還餵毒造成人命的死亡 那麼甚至呢囂張到派出所可以去看他的小弟受刑人 甚至還可以非常囂張的PO在他的臉書來炫耀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趙介佑不應該被開除嗎 為什麼民進黨現在會認為說 吳英農開除趙介佑算是他的一個政績嗎 是功勞嗎 這個事情值得大書特書嗎 這件事情不應該是 吳英農擔任他台北市黨部主委時候的一個污點嗎 現在怎麼好意思還把他當作一個政績來做宣揚呢 所以他是不是在搬趙介佑來擋著他跟黃成國之間的關係 我想他跟趙介佑家族跟黃成國的關係都非常的深厚 這個事情民進黨的人是自己非常的清楚 你怎麼看說這台大已經認定鄭文燦的這個論是抄襲喔 那大家會幻請你當時在打這個論文門的事件 會認為說你在打說說您是落跑的話這樣子比較沒有著力點 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那麼有關於論文抄襲的事情喔 那麼除了林志堅之外現在也冒出鄭文燦他也是抄襲 我個人更關心的是台大要不要處理陳明通 陳明通要不要出來道歉 前有林志堅後有鄭文燦 那你陳明通都是他的指導教授 如果你的學生涉及抄襲 違反了學術倫理 那當然根據相關的規定 當然你的指導教授也應該連帶的受相關的處置才對啊 所以我在這邊我更關心的是 不要因為陳明通他現在是陳局長就可以免除他的一個責任 而且更誇張的是 事實上在前幾天 陳明通在立法院裡面 還公然的說林志堅是沒有抄襲的 好那現在呢鄭文燦自己也都道歉了 請問一下你的指導教授陳明通 要怎麼樣對外來交代這件事情 你不會鬧討這件事情 那當然是說那個綠委黃國書說 他跟您這個是不太一樣的情形 比如說他是說他是有請大家灌票給其他的人 然後他是有在宣誓就職以後才登記才選 所以這方面你有看嗎 我想有關於就是我在選完之後 立刻轉換跑道 昨天去登記 那麼這些所有的過程 我個人還是覺得我對於選民還是要致歉 而且呢我還是非常希望得到我的選民的諒解跟支持 在這一部分我覺得我仍然是沒有辦法去自己 為自己強力的去辯護 但是我很誠實的跟選民來做說明 那麼我也希望我的選民能夠諒解還有支持我 不過昨天秦慧珠議員在臉書段爆料 說自己好像當了24小時的紅頭手 然後最後好像是白忙一場這樣 你會跟他做通過 因為這個過程我個人並不知道 因為在這個過程我並不知道 那麼我也是看到那個秦慧珠議員 他的臉書的說明 那昨天我有打一通電話給他 那麼其實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有任何的同志因此受到困擾的話 那麼我也非常的抱歉 他會覺得這些抱怨的這時候不必要嗎 不會啦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大家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還是這樣覺得在過程裡面 有造成其他同志任何的困擾 那我真的非常抱歉 他這入口民 雅虎的入口的民調 大概有74%的人認為會當選 然後WINO就17% 我們努力 我們努力來取得慎選 那你怎麼看中山區你比較少經營 是弱勢地區 然後民主還是說 根本是把你推入火坑 這個我在昨天都已經說過了 那麼中山區確實 我想中山區選民對我來講 他們應該比較陌生 因為我大概都是在松信區 在服務 在跑行程 那所以我在要緊抓住這個非常短的時間 能夠希望得到中山區選民的支持 越南怎麼看現在這個小英男孩都爆出了這麼多的包 那大家還能夠相信小英男孩嗎 尤其吳一農被說是小英男孩 我想大家各自努力 那麼WINO先生他既然被民進黨徵召 那我想他也要去說服外界 他是不是可以取得勝選 那我個人我會用最大的努力來爭取選民的支持 因為今天這個WINO也會到國小來 那今天特別要來這個行程 是有想說也要跟他尬成的 我跟大家報告啊 因為呢我是選區的民意代表 民權國小的校慶 我每一年都來 我不是選舉才來 那麼WINO先生好像應該是選舉才來 因為他是校友 但是過去幾年我沒有看到WINO先生 對也許待會大家可以問問他 就是這兩年他有來過嗎 我是沒有看過他 他一直講 嚴厲質詢柯文哲 他覺得民眾黨的票會投給你嗎 我覺得基本上我作為台北市議員 我當然要嚴格的去監督台北市政府跟柯市長 那我有說我希望能夠爭取所有選民對我的支持 那麼我過去在議會的表現 我相信也應該讓選民如果覺得肯定的話 那麼也希望大家支持我 好不好意思 因為我特別讓 我可能會跟民眾黨他們合作 或去見一下柯市長尋求支持 或者是那個 目前我昨天才登記 還沒有想到這麼多 那麼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讓我 因為我接下來好幾個學校 不是只有民權國小 那你到WINO會跟他說些什麼嗎 打招呼嗎 對對對 對對對 打招呼啊 好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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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是記得是9點鐘要跟大家碰面的 現在9點01分謝謝大家來 那今天其實很開心的一個日子 就是因為這是我的母校民全國小 今天校慶又是我們的運動大會 那來跟我們的家長會長朋友們 跟我們的學弟學妹們鼓勵 那也很開心跟有機會見到大家 對 但是王國剛說之前都沒有看過米蘭 我們每一年都在這邊啊 對 去年前年都來 所以疫情期間除外了 那重點是今天很開心回到我們的 回到我們的母校了 跟大家打招呼 嗨 去年前年都有了 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還有誰有什麼其他問題嗎 因為這 我們其他家吧 今天蠻多賣 不是我剛剛已經回答過了對不對 除了疫情期間之外 校慶發生的時候有機會都會來 今天也是跟我們的老朋友 家長會長的朋友一起聚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常常看到我 那 我還不知道你希望我才說些什麼 好不好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 你在質疑黨內出選制度嘛 然後萊茵就說 這是出選制度的受益者 你先說 我怎麼看王洪威集說 因為你昨天提到說 開始教权又是你一件那一種事情 但是他認為說 他本來就是可以動 就應該開始 難道應該拿 把這個當作整體嗎 好嘞 那我就針對事情 再好好的再說一遍好了 我相信我在台北市黨部 擔任主委的期間的所作所為 我非常有自信 絕對經得起檢驗 那麼我也希望大家 用放大鏡來檢視我 大家應該如此 但請不要用 用戴著顏色的眼鏡 來睜著眼鏡來說瞎話 我覺得在選舉期間 特意的做這種惡意的操作 其實是很可惜的 我也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我相信這一次選舉 所有的候選人 我相信心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把尺 我們也知道惡意的操作 我們知道仇恨的操作 其實是不會贏得民眾的支持的 那我們也知道栽贓抹黑 不會讓任何人贏到選舉的 所以我們還是很希望 我的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的陣營 能夠拿出正面的態度 來好好打一場正面的選戰 我們來提出 我們希望為台北市 希望為中山北中山區的居民 選民們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大家 想要看到的一個選舉的氛圍 那李政長您說用放大聲警示 然後他們就說 那要不要講清楚 跟黃成國之間的關係 來我們每一個一個回答 還有誰嗎 黃成國之間的關係 來回到我們台北市黨部任內 我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我再強調一次喔 趙介佑是我開除的 他的父親也是在我任內 離開市黨部的 事情發生之後 也是我花了時間 帶領著我們市黨部的同仁 好好的完成 完全的盤點我們的黨員 讓所有沒有資格 沒有資格進入台北市黨部的 沒有資格成為黨員的人 都離開黨部 這是我們做到的 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那如果我做了這一切 還是把我硬要把我說成是黑道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也知道 中山北松山的選人 真的是值得更好的一場選舉 值得更好的候選人 好不好 你還有什麼嗎 他表達對你的支持 不過因為他之前在 這個九合一的選戰 其實是有引起一些波瀾 會不會擔心 周遇寇他表達對您的支持 但是他其實在之前的選戰 是引起一些波瀾 會不會擔心他造成的反效果呢 其實我們感謝每一位 每一位支持我們選民 我們也需要每一位選民 記得1月8號 1月8號是補選日 我們希望大家都出來 這是我們的努力的方向 那你怎麼看他的那個節目被停掉了 他現在變成 就從主持人變成固定來賓 我這個沒有什麼看法 那他希望天賦 我今天我會爭取所有的機會 跟大家溝通 讓大家知道 我今天今天在我們民權國小 我看到好多人給我的鼓勵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時候補選 很多人竟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補選 所以我覺得這是接下來五個禮拜 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 大家贏得大家的支持 而不只是 不只是五個禮拜 短短五個禮拜的支持 不只是我們現在討論議題 而是看到我們過去的努力 特別是過去雖然沒有公職身份 可是我們還是在民間 透過壯闊臺灣聯盟 在為民房做更多的努力跟打拼 那我希望大家肯定的是 我們過去這段時間的表現 好不好 你提到這一次呢 拜託是因為呢 這個黨內出屬的機制的崩壞 那萊瑜認為說 你是這一次機制的最大的壽命者 因為當時你也是被徵招 來 的確 非常時期 每一個黨都會有徵招的時候 像這一次的補選 非常臨時的1月8號 導致國民黨民進黨都採用徵招的程序 那我再講的是我們的本質 我們例行性的做法 我們當然是希望回歸到民主制度 當然是希望回歸到初選 那沒有機會好好的辦初選 也會希望有機會做個民調 以民調為基礎 這是我在說的 但是我們過去這個 九合一的敗選 這只是一件事情 還有更多需要檢討的 那我們也看到各界現在 特別是民進黨的黨員 特別是民進黨的黨公職 也在檢討說 我們哪裡可以做得更好 我昨天也跟大家報告 除了提名的機制之外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執政黨必須看清的 就是執政黨 特別是一個完全執政的政黨 比起在野黨來說 更有義務 更有責任 要跟社會做好真誠的溝通 那我覺得這邊是有待加強 有待努力的 那怎麼看鄭文燦的論文 然後被台大 就是撤銷誰會 我完全尊重學術的專業 那我也完全尊重 每一個當事人 申訴的權益 現在回到藍綠對決的話 是不是會去爭取第三個政黨的認同 那有沒有跟王世堅來做一些請教 非常感謝王世堅議員 是願意擔任我們這一次競選的總督黨 但是大家心裡也都非常清楚 這一次受到檢視的 這一次在選的是我 也不是王世堅議員 那我們當然是盡力努力的爭取選民們 對我們的支持 大家知道這一場選區 我們大家知道這個選區 其實民進黨從來沒有贏過 那所以這並不是一場輕鬆的選戰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對手 是一個非常資深的議員 選舉經驗非常豐富的議員 所以我們當然是全力以赴 OK 好不好 會爭取第三個政黨的支持嗎 比如說跟民眾黨的聯合友 去跟他們爭取支持嗎 我們全力爭取的是選民給我們的支持 我看這雅虎的民調 我對百分之七十次的人 認為王世堅議會當選 我們就反正是十幾 好 那我們就要更加努力了 對不對 OK 這樣好嗎 好啊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就往那邊去囉 OK 還要再進去學校嗎 是啊 好啊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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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誰來 我去哪裡按摩 謝謝八點 聽他一聽 趕快衝過去跟他握手 對 真的讓你承受喔 好啊 這就這台 像 往後餵吃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